他被医生告诉活不过50岁,回家后制定三不原则,成功活到93岁。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世界太拥挤,心里太空虚,城市的喧闹,始终不属于自己,想到你,心里就会充实,愿订阅王叔的朋友幸福平安,快乐每一天。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请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落,喜欢的请给王叔双击订阅哦。 感谢了,跟着王叔看历史,带你看看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历史故事,欢迎点赞,关注,评论。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阎王叫你三更死,你绝对活不过五更,但是有这么一个女人,39岁,被确诊心脏病,医生说她活不过50,而她偏偏不信这个邪,表示我命由我不由天,事后为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 她的丈夫觉得别人做手术都不见好的病,难道这三不原则就能治得了? 之后,女人一直坚持自己的三不原则,最后奇迹般地活到了93岁。 那么这个能够救命的三不原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不听天命的女人又是谁呢? 1909年7月25日,安徽合肥的张家大院中迎来了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张允和。 当时张允和出生时,其带在脖子上饶了三周,体重甚至不到死尽,别的孩子出生时都会哇哇打哭,而她却是一声补坑,接生婆直接将她拎了起来,打了几十下屁股都没有任何反应。 接生婆认为她是个死胎,于是就打算将她扔掉,但是最后在老祖母哀求地在事实下,才有了张允和之后的故事。 张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生是晚清时期的重臣,怀军名家。 其父亲是近代的教育家张武林,母亲是昆曲研究家陆英。 出身显赫的张允和从小就不一样,不喜欢看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就喜欢看叱咤风云的英雄故事。 她极为敬佩关公和项羽,这样的豪杰,从小就行侠仗义,帮助过不少人,亲戚朋友也是一直用侠肝一胆来赞与她。 16岁的张允和来到了北京大学附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与周有光的妹妹周子俊是同学。 周末也经常去周子俊家玩,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周有光。 当时的张允和十分的漂亮,甚至有人这么形容她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的都不为过。 由于张允和时常去找周子俊玩,就这么时间一久,周有光对张允和有了轻慕之情。 之后,两人都去到上海读书,单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感情也在随着长时间的接触而逐渐升温,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 在当时那个年代结婚之前,还是要看风水先生的,但是当时思想开放的张家早就不信这个东西了,但是多年的老仆人放心不下这件事。 于是就偷偷地找算命先生,为他们算了一下他们的八字合不合。 然而这不算不要紧,一算下一条,两人八字不合,外家结婚日子在四月三十日,是尽头日子不吉利。 两人必定会是对苦命鸳鸯,怕是都活不到三十五岁啊。 老仆人吓得赶紧回到家告诉张允和,千万不要结婚,但是张允和并不在乎这呢,他反而觉得旧的完结才会有新的开始。 不顾老仆人的劝告,毅然决然地在四月三十日结了婚。 这次,算命先生并没有算准,两人不仅渐渐康康地活到了三十五岁,还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周小和和周小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突如其来的清华战争却打破了这本该安稳的生活。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清华战争正式打响。 1937年,上海沦陷了,当时的周有光在上海的一家银行上班,工作繁忙的他没时间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于是,张允和成了家中的主心骨,他独自一人带着自己的儿女和婆婆逃往重庆。 这一路上异常的艰辛,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一家人东躲西藏,他独自一人在外围家人们寻找食物。 然而,外面的世界宛如人间地狱,所见之处残垣断壁,横尸遍野。 他也意识到,之后的日子将会越来越苦,自己要承担起这生活的重责。 1941年5月,6岁的女儿突然高烧不退,这让一直坚强的张允和慌了神。 由于当时住的地方偏僻,将女儿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回天了。 当天夜里,张允和哭干了眼泪,得知噩耗的周友冠,一如晴天霹雳一般。 之后,二人便从未再提起此事,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定居在了成都,当事情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不幸在悄然到来,1943年,儿子在院子中玩耍,不知何处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孩子的肚子。 这次张允和用最快的速度将孩子送到了医院。 医生手术时发现,这颗子弹在孩子的肠子上留下了六个窟窿。 但是在手术后,儿子与死神擦肩而过,保住了性命。 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一家人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然而,麻省专条细处断,厄运专找苦难人。 1944年,张允和被确诊,患有心脏病。 1945年再次就诊时,病情已经极为严重。 给他看病的两个专家都认为,他可能活不过50岁了。 听到这一消息的张允和,好像失了魂,漫无目地走在街道上。 这一死亡宣告,不管对于谁都将是沉重的打击,张允和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家中。 周有光不知该如何安慰张允和,就只好一直抱着他,让他知道自己将会一直在他身边。 没过多久,张允和恢复了往常的样子,跟个没事人一样。 他对周有光说道,我是不会向命运低头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说完就将自己提前写好的内容,交给了周有光,并告诉他,这是我制定的三部原则。 我相信,我只要遵守,他我就可以战胜病魔。 然而周有光并不相信,这三部原则能够治得了专家都治不好的病。 但是张允和却是坚定地告诉他这是自己根据这个世界和自己相处中的一点点总结出来的。 当周有光看向手中的指示,上面赫然写着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佳人,不拿自己过错惩罚自己。 张允和也对自己立下的三部原则做出了解释。 第一条,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不能因为别人的一点过失而怨恨自己,要学会宽容和理解。 这种豁达的态度,将会为我化解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能让我更好地维持内心的平和。 第二条,不拿自己的过错得罪佳人。 我承认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和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自己有过错就去伤害别人,要学会道歉和改正。 这种谦虚诚恳的态度,我将会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和信任,还能增进自己和他人的人际关系。 第三条,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我明白自己有许多的遗憾和失败,但不能因为有过错就一直折磨自己,要学会去接受和放下。 这样乐观的态度,将会让我克服许多可能导致我沮丧和绝望的事情,从而保持自己的生活热情。 这三不原则将会让张允和培养出极好的心态,这对于一个心脏病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在之后的日子里,张允和每天早睡早起,通过锻炼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 就这样,张允和平安地过了50岁。 1995年80多岁的张允和在电脑上给兄弟姐妹们打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 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如今我们要继续办下去,经过58年的沉睡,水复刊了。 水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来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 在复刊印刷的第一期,传阅就异常之广,甚至都已穿越的国界,送到了欧美。 著名作家巴金,都是他的忠实粉丝,每一期都看,注织有变化时,还会第一时间通知编辑部。 晚年的张允和国德非常的充实,在丈夫和儿子的陪伴下,活到了93岁。 在2002年8月14日,安然去世,享年93岁。 他的一生,坎坷波折,曾多次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但又在坚强中绝地反击。 虽然他保经生活的摧残,但仍旧保持最美好的自我,以绚烂的姿态,活出了最美好的自己,用心生活,真情感悟。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时常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挫折,不管是由他人的过失,还是自己的错误所引发,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和苦恼。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像张允和一样,以宽容、谦虚和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自己和他人,以豁达、诚恳和坚韧的态度来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便能够拥有一个更加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对此,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 为了您更好的阅读互动体验,为了您及时看到更多内容,点个关注,我们将每天为您更新精彩故事,分享不一样的故事瞬间。 最后的最后,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爱你们哦。